三個中產黨 我們這個雖然就是一個怎樣說呢 我們政見很氛圍和立場經過很不同的一個節目 但是今天周遠大師就說 他要找一集來罵林鄭 為何作為一個建制派 你都忍不住他出聲 下一個今集罵林鄭嗎 突然之間 我說要找一集罵林鄭 我打算下星期 現在剩下一節就是我們來罵林鄭 那你究竟其實對於林鄭有什麼不滿呢 我覺得整件事很多做不完的地方 問題就是 第一 我們回顧整個《逃犯條例》 《逃犯條例》同時有五六件事 五六件事 其實推出一兩件事是沒問題的 都是說 《逃犯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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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互助,罰錢,於是貿財,謀財或害命都可以,不能同時間又謀財又害命,那時候很多人反對 整件事,如果謀財害命都不要緊,他想獨攬大權,撇除了立法會審議 我真的不相信你抓大陸貪官,如果你想謀財,立法會審議會有什麼大問題 你自己控制了立法會,立法會就算拉過政治犯,都照樣搞定 為何要踢出立法院,讓你獨攬大權 然後整件事,本來你是一個屁股,那你就拿著頭衣包著 實際上你立法的原因就是陳同佳,然後我不要緊,就算陳同佳不拘捕 我們都立法的原意,流動要填補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引導的整個制度 即是我們做一個跟中共的一個引導制度,OK,三名東西 第三個是屁股,前兩個是唐一 然後第一個台灣人不收,第二個大陸司公會說 其實這件事可以用另一些法律代替 而大陸司公會那個是很合理的 因為其實從來在外面强奸,搞一些憂侶,那些風化案 都是可以引導的,都是可以在香港受罰的 相同的情況,只是殺人不可以 很多人都可以加上去就可以了 那當然是湯家驊陣,然後兩道都踢爆了 你知說你沒有那個唐一,只剩下屁股,那當然吃不了 你整件事,你為什麼會在技術上犯這麼蠢呢 我覺得這個是林鄭最無可說的地方 即是她的班底,或者是她找不到聰明的人 或者聰明的人去聽,但整個林鄭為何要這樣 這件事也是有一個必然性在 你找一個這麼打得的人,又不聽人說的人 然後你就告訴她,可能比較欲她,比較胡樂白 你搞定了這些東西,我就讓你連任了 那她是硬場的,因為她說給志雄 為什麼你會找一個這麼蠢的人 這個人就累死了,而那個人是有一個必然性 當你找到一個這樣的人出來,你就有這件事 你是有一個必然性的 但問題就是,她之前一直都贏的 一直都成功的 所以她不是想著,我贏完這一局 那一點都不依我 我認為整件事是非常愚蠢 如果我是她贏這一局,我只贏了23條 前北俊都會贏,推23條 二個推這個 至少他們有錢人不會先反對 現在23條的好處和逃犯條例的分別在哪裏 23條推了之後,你一旦通過了就可以抓住你們 逃犯條例我推了之後抓不住你們 逃犯條例我可以抓自己 那些人 現在的人說,推逃犯條例的原因 是因為要阻止那些人走資 那你23條就阻止不了那些人走資 那你不只是謀財,不要害命 那就可以了,阻止那些人走資 為什麼你同時間一個人 你要去打五六個戰爭 五六個火頭 那你五六個火頭 你如果被立法會審議,你都沒事 難道你去審走資的話 立法會那些人說,你要抓蕭建華 難道我不批嗎? 你又不批嗎? 你要去沒收那些錢 照樣會批的,有什麼所謂 為什麼你要了解一下 整件事是搞錯了 在技術上是完全錯了 我覺得,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蠢的來人 證明這個一路都說 那個人如果一個人去 由小到大讀書很厲害 考第一,AO上來的那些 是完全有單數打人 因為那些什麼都不懂 我自己只不過去看 如果你問我林鄭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之前都說過很多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港女問題 但港女問題這件事 都不是單止林鄭 其實很多女性高官都是同一件事 拒絕認錯 很刻薄 所有事情都是 我覺得自己一定是搞得定 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聽到小人的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做面首 聽到面首的見面 那些叫做面首 很難聽 那些叫做文雅 可能未必有人知道 為什麼呢 所以我不相信湯家驊 真的是他的軍事 因為問題就是 他是民主派中途變節過來的 你沒有可能相信他 但是我會傾向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他是會把湯家驊的意見 是會作為一種很大程度上的參考 因為沒有其他人給到相關的參考 他在法律角度 而他又會願意去聽 可以這樣說 第一 我講大學師公會提出來的那件事 就是我講的那件事 其實是很簡單 湯家驊沒有你想不到 是 即是他信不信你 一件事 林鄭月娥她的問題就是 你講的是哪一件事 即是說 將那個外外法權 即是將這件事納入 即是謀殺納入 本來你搞小妹也可以納入 你納入很簡單 你不用另外納入一條法 你只是將那件事都是 即是連謀殺都可以在香港審了 外外法權 是的 因為其實已經有一些法例是可以 有一些犯罪是可以的 只是你納入都一樣 因為以前謀殺是沒有問題的 在97年前 在97年前 British subject 我們British subject 在外面做了 是可以在書民園 即是英國抓的 即是在英國 在外地殺了人 在回歸前都可以在香港審的 我不知道是香港審的 但至少是英國可以處理 因為你是殖民地 英國可以處理 可以處理這件 這個法例 這個犯罪 所以就不需要你 但是來到香港之後 你就沒有了British subject 所以他講的法例 你就不可以了 即是British subject 你都可以在英國政府處理 是 所以 所以 現在 湯家說沒有理想不到 但是我認為 整個行政會議 不是湯家說 是整個行政會議 林鄭應該沒有一個人相信 是 即是你說是哪個 我認為 他應該相信任志剛 我覺得任志剛會比較相信 但是任志剛不會 在政治上 我都懷疑兩個 有沒有交正 有沒有私交 至少在財經方面 不會跟他的興趣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不是興趣的問題 而是你信不信得一個 即是當你不能不聽 任志剛在財經方面的意見 但你現在說信不信 我想他任志剛都不信 至少不是他的心腹 不是搜白交 甚至鄭若驊 都沒有被他搜白交 沒有人信得過 那結果會怎樣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根本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當年會選 即是中央會選他 不去選曾俊華 從來有說法就是 地方的首長 我就是不想選一個 太多粉絲 太多朋友 太多和商界 太多千絲萬縷關係 或者國際視野太過廣闊 我又怕你勾強 那你便會選一個這樣的人 這個就是中央政府的悲哀 這個就是中央政府的悲哀 中央政府的悲哀 你不可以選一個 其實香港這個狀況 是需要一個 李剛耀式的人物 去搞到 但李剛耀式的人物 中央政府更加信不過 你便隨著會造反 所以是中央政府 你要找一個聽話的人 而聽話的人一定無論 你一定控制 你一定控制不到 你一定控制不到 但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應該在你 在任的時候 去找一些人去 去輔助你 或者聽一些意見 他經常都說Vconnect 其實Vconnect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說 我會聽多些年青人的想法 所以當時才找劉明偉 出來說 我們搞很多的委員會 都會找一些 那你見他找劉明偉 就知道他有多有腦 如果是搞林鄭問題的話 林鄭的問題 她作為一塊 就不要說了 於是 那個問題就是出現在 一個蠢人 是沒有問題的 最少要知道自己蠢 以林鄭問題 她是一個蠢的人 她還會以為自己很聰明 為什麼她很蠢呢 因為他們覺得 她永遠都相信那些 讀書很聰明 她覺得讀書很聰明 而讀書聰明的人 全部都不能打 即是她以為 那些叫做打 那些是閉上眼亂打 即是說 實際上 他對於這個世界上 是不懂的 你剛說讀書聰明的人 就是一個體制 裡面很聰明 但問題就是 現在你說政治 你一個公務員 看一看裡面 打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面對的 都是你的下屬 你的同事 但現在你面對的是市民 那整件事就不行了 那你叫誰打得 你見到我覺得打得 黃毓民就可以打得 黃毓民 你看看她讀書 她說讀書 搞不定搞到台北 台灣讀的 但問題就是她可以打得 即是你叫我說 哪些人 司徒華就可以打得 即是那些 建制派哪些可以打得 其實應該要用 其實建制派 如果不算什麼的話 不算他真的不算打得 但至少肯打 我是欣賞元秋的 我欣賞元秋 即是至少肯出來 但如果你找元秋去做她的智囊 那不就更麻煩 因為她不是智囊 打得的人 不可以做智囊 那你找她做什麼 即是你找她下屬 你現在在說哪個人 我喜歡 我不是哪個人可以做之後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說林鄭 她找了那些讀書人 是不行的 那你告訴我 那現在建制派 有誰可以找得到 有誰可以做這些 有誰可以做這些 你其實真的要找一些黃絲 即是淺黃的黃絲 然後那些是 即是好像當年 不是她都有羅志剛 這樣就有淺黃 當然她不笨 她比較年輕 你說二十多歲 其實淺黃二十多歲 你給她有機會 她的智囊就會變得淺藍 是不是 這個又對 我經常都不明白 其實很多泛民都等著 讓你收買 當然我明白 你如果收買泛民 那些建制派一定不高興 突然建制派又何時高興 你搞到建制派又何時高興 你搞到建制派又何時高興 很不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她們經常都說 邀請那些年輕人 去他們的委員會那裏去做 那結果你這些委員會 interview的時候 可能都要做完結婚的 大家都要聽話的 又要讀書的 結果都是一些離地的藍絲 去做了 那你那個年輕人的聆聽 就是沒有了意識 你就不理會 他們是因為林鄭月娥 我可以說 這個人不但還是一個 完全不讀書的人 他歷史知識是完全沒有的 什麼叫統戰 統戰 就是你要賺一些錢王 是不是 他有的 起初他就去公民黨黨慶 又捐錢給民主 有鬼用嗎 你做那些人 你在金裡挖他出來 毛澤東以前怎麼做 人家在農村包圍城市 OK 你就要了 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政府 你就要了富斯年和家龍 胡錫 你就失去了鄧小平 毛澤東 朱德 那你結果誰贏 現在你說爛仔包圍他那些青年精英 沒錯 你說現在找了那些 就是最聽說 讀書最厲害的人 毛澤東 結果搞笑的那些 全部都是他心目中的爛仔 毛澤東和鄧小平不是爛仔 毛澤東圖宵管理人 他本應毛澤東在胡錫 那不是現在衝擊的那些全都是大學生 是的 不是 鄧小平是勤工劍學的 什麼叫做農村包圍城市 你找到那些 那些就失去了江山 這個世界上 你找到全網開港 你找到那些 我不說名字了 是全部富二代 是全部垃圾 他們的價值是負價值 因為他們既沒有錢 又不肯出錢 又沒有能力 又蠢又離地 那些人每天只在南瓜方追女 然後你就相信那些人 我可以列出一大堆名字 我在左媒的燈 我告訴你 我不在民主派門口 我在左媒的燈 即是你不在AM730那裡燈 我不在AM730那裡燈 我只在左媒的燈 我只在左媒的小距離 看看你們怎麼下台 這個其實都很悲哀 你請那些人 你打算聽他們的意見 結果這幫人 全部都落到南瓜方 我告訴你 那些人有富家值 他父親比五皮 他三十幾歲 他父親有幾千億身家 每個都是 那些人也是 那些人六十歲 自己食為那些 追女生還會給你 還給你兒子 還給你兒子上 女生都自己吃完 這個我也可以補充 某個政黨不是經常搞 什麼 Friday night 那就是等那些富二代 去追女生 但最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女生 因為我有些朋友也有去 已經識穿這些富二代 原來每個月都只有五級 所以都不會被他們追追 沒錯 就是這樣 現在的富二代 現在的六十幾歲 都自己持續 什麼時候輪到你的富二代 然後你統計那些富二代 你整個中聯辦 那些人不是應該捉出去 你說你統治那些人不敢做 你應該統治那些人 你應該統治那些敢做犯的人 因為現在搞錯了這件事 你肯定了 或者你像那些敢打敢做犯的人 這樣才行 那些全部廢 然後告訴你 如果香港獨立 他們全部第一時間自己走到外國 甚至什麼 他們完全不會肯和你 而你再統治那些人 現在都看到 每一個富二代出來幫林鄭撐 你是不是看到你給了全部垃圾 喂 大哥 是不是 我搞這麼久 好像我這麼聰明 但你都沒有生過 是 那你不是年輕人 麻煩不好意思 好 我們這集就到這裡